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红台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马来西亚 与大家一起学习佛教精髓和中华传统文化 让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洒满人间 普度众生 人生无常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房子 车子 物质和名利 在疾病和灾难面前 可能会瞬间化为乌有 医学专家表示 心血管疾病 癌症和爱滋病 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主要死亡的原因 爱滋病已经导致超过了三千五百万人死亡 全球有四亿的忧郁症患者当中 有近一半的人分布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忧郁症 已经成为自杀的主要原因 仅仅德国每年就有一万两千人自杀 现代人烦恼称恨心不断 欲望得不到满足 就会做出很多极端的事情 就在上个月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 十七岁的高中女生 叫阿丽莎 他吸毒成瘾 偷偷地用自己父母的信用卡付款去雇用了两个人来谋杀他自己的父母 没想到谋杀计划被同学发现举报 现在他的父母亲已经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三十年 甚至终身监禁 在今年的八月十八号 俄罗斯一名十六岁的优秀学生 因为小二十岁的双胞胎的弟弟夺走了母亲对他的爱 他丧失理性 居然挥舞着斧头砍死了妈妈和双胞胎的弟弟 祖父母一家五口之后自杀身亡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 如果想不通 就会走下死胡同 所以在心理学家认为 一个人不能经常想不通 经常想不通就会走向死亡 会做出很多偏急的事情 其实一个人的快乐 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少 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很少 人间的苦难并不可怕 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智慧 来跳出我们心灵的牢笼 要懂得吃苦就是消夜 吃苦之后你才会转烦恼为菩提 找到一条解脱之路啊 佛法让我们拥有圆容的智慧和对过去的无悔 对现在的无冤 对未来的无忧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这就是人间的智慧生活 学佛人一生当中 心智的发展最重要 因为人与环境的接触啊 靠的就是你心理智慧的成熟和平衡 比方说你想不通的时候 你想象 我有观世音菩萨会保佑 你在家里不能想通的时候 你要想到 过几天 或者过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可能我就给他化解矛盾和烦恼了 所以任何人的心态 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心 人现在身体很成熟 但是会命却没有成长 因为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没有用智慧来解决 就像很多人讲话 只顾自己都不看别人 愿意不愿意听一样 学佛人要认清佛法的本性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平衡的 因为种下的因 它一定会得到果报 种善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善报 如果你跟别人种恶因 那么你一定会得到恶果 这就叫天律啊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 而发脾气 不要因为别人的业障 而让自己产生妄想 烦恼障和执着下 所以在人间 一切外境和表象 很容易让我们 遗失智慧 学佛人一定要懂因果 你才能见佛发光 闻到异乡 在人间 既然已经到了人间 就是称为烦恼道 一切都要学会随缘 不动心 心中的恶业和恶缘 犹如千年暗示 用佛灯一照 它就会破 所以真诚的忏悔 消除业障 才会产生 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的人问台长 我怎么样拥有更多的功德呢 台长告诉大家 要想有功德 就要先消除业障 消除业障 就是拥有功德 所以一念称兴起 百万丈门开 一把无名火 功德尽成灰 我们只有懂英国 才能处六道 我们只有知博法 才能得解脱呀 有一位年轻人 向清净法师述苦 他说 由于自己性格 耿直 心直口快 到处得罪人 事事不顺利 大学毕业之后 踏上了社会 他却越来越厌世 感叹 现在社会上的人 人不喜欢听真话 总喜欢阿依奉承 虚情假意 他跟法师说 我不知道未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真的希望走进深山 远离这个世界 清净法师讲了一个故事 说 在当年的南越 怀让禅师 遇传灯给马祖道医 看到马祖道医 始终坐在那里打坐 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 马祖也不理不睬 怀让禅师 一想 就拿了一块砖 在马祖面前 地板上在磨 马祖忍不住问了 老法师 你在干什么呢 啊 我在磨砖做镜啊 就是把砖头啊 在磨 磨到下面镜子一样 结果呢 他就问了 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 你开什么玩笑 法师说 那我问你 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 我在打坐 你打坐为了什么呢 呃 为了成佛呀 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 难道你打坐就能成佛吗 马祖愣住了 问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呢 怀让说 比如 牛拉车 车不走 是打牛 还是打这辆车呢 当然是打牛了 当然是打牛了 怀让说 可你现在明明是在打车 秦静说 我们自身是牛 客观条件就是车 是打牛还是打车 显而易见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应该从自我身上找毛病 任何事情的不成功 遇到了挫折 烦恼和困难 或者人际关系 相处不好 不要怨天尤人 而是要反省自身 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才能破迷开悟啊 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就像我们眼睛 看不到自己的眼睫毛一样 有一个女同事 眼看就要四十岁了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每次去相亲 约会之后 没有一个人再会约她的 别人也不跟她讲 为什么不想再见她的理由 她的同事看她可怜 就让自己的老婆 陪这个女同事去看电影 没想到老婆回来就跟她说 你的同事啊 难怪没人要她呀 你看人家看电影 都是买个爆米花呀 零食什么的 没想到你这个同事啊 捧着两盒臭豆腐干 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在找 谁把鞋子脱了 太丢人了 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错 自己的错才会犯错 要学会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那是一种教养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尽善尽美 只有学会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 记住了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呀 在1961年的冬天 当卡车司机的父亲出了车祸 失去了一条腿 他们家里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每天的餐桌上都是母亲捡来的菜叶和打折处理的咖啡 餐餐都难以下咽 父亲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每天借酒消愁变成了一个酒鬼 他十二岁那年的圣诞夜 家家美食飘香 唯有他的母亲因为借不到钱 而愁眉不展 父亲大发雷霆 骂他们都是些笨蛋 无奈的母亲只能驱赶他们的孩子到街上去玩 肚子饿的咕咕叫的三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男孩发现商场门口促销品 琳琅满目 一个念头瞬间在他的心中产生 他让弟弟和妹妹先回家 而自己一直注视着那一罐包装的精美的咖啡 他太想拿回去让父亲开心一下 他快速地拿起那罐咖啡 塞到了棉衣里 不巧被店主看到 店主大声地喊着抓小偷 他杀腿就跑 并回家将咖啡交给了父亲 父亲非常的开心 香浓的咖啡飘逸而出 还没来得及品尝 店主已经追到了家里 这个孩子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暴打 这个圣诞节对他来说 那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的滋味 让他发誓我要努力奋斗 一定要买得起最好的咖啡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他早上送报纸放学后 去餐馆打工 这些微薄的收入 居然还有一部分 被他爸爸偷去买酒 这让他对父亲 有恐惧变为了厌恶 他打过无数的零工 但是他居然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大学 家里非常的贫困 父亲反对他去上大学 要他去打工挣钱 这孩子说 爸爸你无权决定我的人生 我才不要和你过一样 没有梦想 每天度死日的日子 我为你感到可耻 他进入了北密西根大学 为了节省路费 所有的节假日 他都打工 他每个月都给母亲写信 但是从来不问父亲的情况 毕业之后 首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销售员 那一年 他挣到一笔可观的佣金 破天荒的 给父亲买了一箱上等的 巴西的黑咖啡豆 他以为父亲会很开心 谁知道 却遭到父亲的讥讽 说你拼命上学 就是为了能买得起 上好的咖啡给我吗 那一天 母亲打来电话 说父亲想他了 想见他 他从没有想到 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 当时他真忙着和客户谈判 于是他拒绝了母亲 没想到两星期之后回家 他才得知 父亲已经过世了 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 秀迹斑斑的咖啡桶 他认出那是 他十二岁那年 偷的那一桶咖啡 盖上有父亲的字迹 写着儿子送的礼物 1964年圣诞节 里面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儿子 作为一个父亲 我很失败 我没有能够提供给你优越的生活环境 但是我也有梦想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件咖啡屋 为你磨研冲泡咖啡 这个愿望我这辈子无法实现 我希望你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 昔日父亲对他的打骂 成了他珍贵的记忆 悲痛顿时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 妻子鼓励他说 既然你的父亲愿望是开一间咖啡厅 那么我们就替他完成愿望吧 凑巧的是 在美国西雅图有一个咖啡馆 想转让 他毅然辞去了年薪七万五千美元的职位 买下了那一家咖啡店 并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 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为了跨国公司 这就是日后实名全球的星巴克 而他就是用行动买来梦想的穷孩子 苏尔茨 从这个故事 大家能够懂得 任何人的成功 都是经过命运 成福的洗礼 有的是经过生离死别的考验 一定会经过爱与恨的煎熬 所以学博人 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多的年了 我们一切都经过了 我们走过了 也熬过了很多的苦难 沉淀下来 那就是我们现在学博的慧命了 我们应该懂得 由能容到能忍 最后能让 能原谅别人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平心静气 无欲无求 才是学博人生命的境界 有些人虽然活得很幸福 但是他拥有的钱财和名利 都是人生的附属品 风一吹就碎了 云一来那就散了 哪一天当你回头一看 一切都没有了 学博人要经得起考验 学博就是要内修慈悲 外修境界 要做到八风吹不动啊 所以学习佛法 首先要在社会上就成为 人间的菩萨 其实任何的烦恼和磨难 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 台长告诉大家 处师之道本无奇 多交朋友 少数敌 精精击教 要不得 待人宽厚 要积德 人到中年 全看透 明文立阳 过时候 修心念经 月鸿沟 学佛事把 杂念丢啊 还有呢 半梦半醒半世仙 人间凡事如云烟 放生许愿 禅心在 心中清净 无灾害 睡前原谅 众生夜 醒后重生 菩萨谢 怨恨烦恼 事包袱 随手救人 不在乎 我们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 有一个妻子 有一天 心血来潮 她站在镜子前面 仔细端详着自己 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脸竟是那么的难看和丑 突然她放声大哭起来了 坐在一旁观察已久的丈夫说 哎 好了好了 你偶然照一次镜子就那么伤心 我天天看着你 我非常的难过 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人要懂得自我检查 自我调节 别人不说你缺点 并不代表你没有缺点 别人不讲你有业障 并不代表你没有业障 要学会克服自己的无名习气 常回头看看自己的一生啊 你到底行了多少善 你到底做了多少恶 人要活得无忧无力 对得起别人 学会宽容安详的心态 你就会觉得觉悟那是一个美好的境界 所以人生最美好的心态是什么 并不是外表的美丽 是因为我们拥有一颗慈悲的心 那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没有烦恼的心态 你才会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啊 有一个灰心丧气的青年人 因为他的科举没考上 颓废一蹶不振 整天关在屋子里抱头痛哭 有一天 一位老者跨进门 语重心长的对他说 孩子啊 假如山上滑坡 你该怎么办呢 年轻人说 那我就往下跑啊 老者仰头大笑 哈哈哈哈 年轻人 那你往下跑 就会葬身在山中了 就算山上滑坡 你应该往山上跑 你只有勇敢的去面对他 才有生还的希望 天下是截然啊 说完飘然而去 告诉大家 我们在人间 每一天都会有烦恼 你在单位里跟同事 在家里跟你的亲戚 跟你的先生和太太 跟你的孩子 跟一切接触的人 你都会有烦恼和困难 只有勇敢的去面对他 去化解他 去包容他 去解决他 面对挫折 要迎难而上 你才是真正开悟之人 你才能做到 入污泥 而不染 那 有一个同修打进电话 说自己身上有个灵性 这个跟了他 好多年了 台长了 看出这个灵性 是他前世欠的情战 从小就跟着了 导致他整天 疑神疑鬼已经有了 前期忧郁症 并且灵性在他身上 有劫的时候就会拉他 让他吃亏呀 摔跤啊 台长还看出他 肠胃不好 经常眼睛干头痛 因为以前吃火海鲜 有小灵性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我是84年主属的 我身上有一个灵性 他跟了我很多年了 很多年让你 让你整天疑心生暗鬼了 整天疑心病重得不得了啊 是的 师父 你已经有忧郁症啊 前期的忧郁症听不懂啊 我知道 师父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 好像总是人家要搞你一样的 是的 师父 自己好好的念经啊 现在这个灵性 他主要是跟你的感情结啊 对 就他晚上老是来骚扰我 从小几岁开始就就有了 就是 你生出来 他就一直就像父亲一样 知道为什么不了 上辈子啊 情没还完 这辈子延续啊 而且不是在那情的 在那有结的时候 他还会拉你的 所以让你经常 让你经常吃亏 吃苦头 是的 然后让你摔跤 是的 师父 我之前老师摔跤了 走路就摔跤 现在知道了 摔到我们的围骨 太多了 你还要当心啊 你肠胃啊 肠胃不好啊 嗯 对 肠胃也很不好啊 就是一吃东西就要上厕所 不好 在你的头和眼睛这个部分呢 还有一些散铃 就是过去吃的海鲜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说让你经常眼睛干 头痛 对 头老是目的 这个你得往生走就可以了 哦 好 感谢师父 谢谢 有一位叫克雷格的英国著名的著名的影视演员 16岁的时候呢 克雷格呢 搬到了伦敦 继续想追逐自己的演绎梦想 当时呢 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 家庭无法给他经济来源 克雷格只能靠自己打工赚取生活费 但是他来到伦敦整整一个月了 带来的钱全部花光了 克雷格只能流落街头 晚上睡在公园的长椅上 这一天和克雷格一同来伦敦的朋友 约翰逊找到他 告诉他有一个演出的机会 邀请他一起去试试镜头 当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的时候 门卫禁止他们进入 他们再三向门卫解释自己是来试镜的 可是门卫上下打亮了他们 悲意的说 就你们这个样子 还想来演戏 别做梦了吧 约翰逊顿时跟门卫争辩起来 后来工作人员文讯赶来 才将他们带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 约翰逊纷纷地说 这个门卫太可恶了 别人进去的时候 他们彬彬有礼 轮到我们 他却人眼相待 这对我们太不公平 我要投诉他 约翰逊不停地抱怨 克雷格没有讲一句话 这时候约翰逊感到非常奇怪 难道你就不生气吗 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看看我们 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难免会让人家产生质疑 当然门卫以冒取人是不对的 不过与其抱怨他的不公 不如我们改变自己 以后好好演续 才是改变不公最有效的方法 后来克雷格奋发努力 得到进入国家大剧院 受训的机会 并且参加了曼切斯特的巡回演出 后来克雷格又有幸成为了 007 James Bond的第六任扮演者 他不仅获得了财富 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人只抱怨的环境 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 其实不要抱怨别人 要学会认清自己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我们自己本身要努力 第二要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也是短时间内 他没有办法改变的 自己的心态改变 也就理解了别人的所作所为 不会再去纠结一些小事 让自己的心中起烦恼 所以学佛人胸怀坦荡 能够理解别人 你才能修好自己呀 有位徒弟要去见师父 他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终于开悟了 我觉得今世而着飞 今世而着飞 就是今天是对 而昨天是错的 叫今世而着飞 以前的几十年 师父我都错了 可以再也我不去想他了 只当那段时间不存在 这个师父说 嗯 好极了 那你明天到山下的花店 去买一把晚香玉来 你要直直的下山去 不要绕路 师父 但不绕路 我们就得经过风化区呀 师父说 哎 去买花就得了 花买回来了 一到晚上 新香就四面翻译 整个屋子都分房 是照我吩咐的去那家店买的吗 是的 师父 经过风化区了没有啊 师父 我们经过了两次 你不是去买花的吗 怎么到了风化区呢 师父眼睛里闪烁着严厉的目光 但是师父 不经过那个风化区 我们就买不到花呀 徒弟急忙地解释 师父说 你到过那种肮脏的地方 花还能香吗 啊 香香香 师父 你没闻到吗 你刚买到的时候还香呢 师父笑了 哈哈哈哈 孩子啊 这就对了 人活在世界上啊 不经过那些肮脏的思维啊 哪能有今天的清静无我呀 你没有迷失的痛苦 哪有寻找到佛法的欢喜呀 人生 都有很多的过去 有些虽然过去了 但是那段过去 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 这是今天我们学会放下了 因为我们要出污泥 而不染的修成一朵莲花呀 这时候师父露出慈悲的笑容说 啊 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大家把这几个字打出来 给大家放一下 有了吗 有了 绝今是而浊飞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悟的是今天 而昨天还不是 是绝今而浊飞 并不是昨天是今天觉悟了 啊 虽然开悟啊 而昨天不是 虽然是开悟 但是他不是大彻大悟 啊 接下来 大悟 就无所谓浊飞 就是说如果你开悟的人 你觉悟了 你就无所谓 昨天你是不是做错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今天在修心 明天还在想着自己过去那些痛苦的事情 你要是真的开悟的话 你就不会拥有浊飞 就是不会拥有昨天的错误 但今世里有浊飞呀 也就是说但是今天我们的觉悟里面有昨天的不对呀 所以没有一朵莲花能够否定曾经污泥的存在 没有一个今天的果实能够否定昨天的种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修心学博了 你会否定你曾经做过的那些污点的事情 所以修行人本身就是在逆境当中来改变 在困难当中向前进 我们过去做人那是一幅凡夫像 现在我们学菩萨了 有一个修成正果的一个过程的菩萨像 所以修行人要将所学的佛学理论 哪怕是遇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都必须要用意念来 佛的意念来对应自己 人都会碰到困难和不顺 只是有将凡夫的境界 转化成菩萨的境界 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 否则你一辈子学佛 就叫空谈佛法呀 有一个笑话说 有一个人的太太 性格非常的暴躁 结婚后呢也不改 每次和老公闹矛盾 吵到后来 他老婆就动手了 把老公打得很惨 有一天 同事聚会 都劝他的太太 收缩 收敛你的脾气 大家都说了 哎呀你老公蛮好的 你不能再这么骂他打他了 否则时间长了 这么好的老公 要是哪一天打跑了 你以后哭都来不及呀 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在想 都在想这些事情 所以没想到 他的媳妇居然啊 想想答应了 第二天 这位性格暴躁的媳妇的老公 没想到 直接跑到朋友的公司 找到他的朋友 满脸惊恐的对朋友说 哎呀兄弟啊 你去劝劝我家那个老婆吧 这个朋友说 怎么了 这个老公慌张的说 哎呀我的妈呀 你让他有什么意见 直接跟我讲嘛就好了 既然昨天晚上吵过家之后 他竟然主动跟我道歉了 吓得我都不敢在家吃饭了 怕被他毒死啊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我们人整天在自寻烦恼 其实活在人间 任何事情都会改变 就是你现在处在烦恼和危险当中 你也要想到 过几天会好的 可能过几个月会好的 因为希望永远在学佛人的心中啊 我们跟别人讲错话了 跟别人有冤结了 我们要学会念解节奏 能够化解和别人的冤结 学佛人念的心经能够消除你心中的烦恼和惆怅 学佛人所读诵的大悲咒 能够让你拥有无穷的正能量 一个学佛人 一个学佛人一定要控制好自己不发脾气 如果你是对的 你没有必要和别人发脾气 如果你是错了 你就没有资格跟别人发脾气 人生的财富 不是你拥有多少钱 拥有多少不动产 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 你慈悲过多少人 你的善良曾经影响过多少人 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有多少人在感恩和怀念你 所以遇事不要激躁 劝人不要过早的下结论 尤其在你生气的时候 你不能马上的去决定一些事情 要学会换位思考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要把复杂的事情 我们简单的去做 而在生活当中 有些人就是喜欢 把简单的事情 去复杂的去做 学会菩萨的智慧 当你还觉得你自己很痛苦 很烦恼 甚至觉得你自己挑不出一双好的鞋子穿的时候 你要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 那是没有脚的 所以学会珍惜 所以学会珍惜现在 珍惜你家里的人 珍惜你周围的朋友 珍惜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要懂得一个人会珍惜别人 他就会懂得感恩 有感恩心的人 他一定会有慈悲心啊 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 来分享 老妈妈三年前确诊为肺癌晚期 胸肌水 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 没有办法维持生命了 女儿度她之后 许愿放生 半年当中放生5000条鱼 结果四个月复查 肿瘤缩小了 胸水也减少了 从确诊癌症晚期到今天 已经整整三年了 老妈妈转回为安 2019年新加坡访会之后 她梦见台长到她家里 还梦到一只大乌龟 她严寿了 谢谢大家 好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和大家分享一位 老妈妈就是学心理法门三年 癌症晚期转回为安 老妈妈今年她76岁了 三年前73岁关节的时候 确诊为肺癌第四期 最晚期并伴有胸肌水 已经上司了手术的机会 准备吃一些中药 维持到哪天就算哪天 然后女儿全家都在修心理法门 向老妈妈推荐 讲述心理法门的林彦 老妈妈当季在佛台前 许愿吃全素 半年内放生5000条鱼 一年内伤出小房子1000张 之后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 并在四个月内放了5000多条鱼 期间的求医过程非常非常的顺利 然后即使也用上了药 四个月后复查肿瘤居然缩小了 而且胸水减少了 九个月后再去复查 就没有发生转移了 老妈妈就非常的精进 她每天念诵三到五张小房子 然后呢到2017年7月 今天两个月伤送完许愿的1000张小房子 病情稳定 从确诊癌症晚清 至今已经整整三年了 是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时 老妈妈转为为安 让她拥有现在充实快乐的生活 现在老妈妈每天在做功课念小房子 坚持放生 听台长的录音 阅读白话佛法 然后每日就把布施一到两条 每天还要去散布一到两个小时 19年还参加了新加坡法会 法会回来 老妈妈就梦见台长到她家里来了 还梦到一只大乌龟严兽了 她非常感恩关心 因此感恩师父 谢谢 有一位心理学家 他和别人打赌 他说 如果我给你一个鸟笼 并挂在房中 那么你就一定会去买一只鸟 后来有人和心理学家打赌 心理学家就买了一只 一个非常漂亮的鸟笼送给了他 让他将鸟笼挂在自己的居室里面 家里的房间里 结果是那个同意打赌的人 最后不得不买来一只鸟 装在了鸟笼里 原来 是为什么 因为凡是到他家来的人 进门之后 看见的空的鸟笼 总要问 你的鸟呢 你的鸟什么时候死了 每次都这么问 他每次都这么解释 还是问到每次这么样的问题 因此搞到他心烦意乱 懒得再费口舌 干脆买了一只鸟 心理学家后来说 这个原理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总是先在自己头脑中 要有一个印象 就像挂上一个鸟笼一样 后来你就一定会在鸟笼里装些什么东西 就有如一个人对别人有看法 你就会不断的在这个看法当中 慢慢的称恨他 慢慢的嫌弃他 去烦恼他 鸟笼也是这样 你在头脑当中挂上这么一个鸟笼 就有如人慢慢的有这么个概念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概念 就是要相当于你在你的脑子里 这个鸟笼成为了你的一个理想 其实每一个理想的实现 都是要在脑子里先有这个概念 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千里眼 没有顺风耳的设想 又怎么会有现在的电视机 和各种缤纷的通讯设备呢 如果人没有长命百岁的梦想 又怎么会不断的 有新的抗军药问世呢 如果人类没有想飞天的想象 又怎么会制造出宇宙飞船呢 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 事先在脑海里拥有了这个概念 这和挂在脑子里的鸟笼结果是一样的道理 在你头脑里挂上鸟笼 有些人会进步 有些人为了充实自我 拥有创意性的理念 它是必不可少的 而有些人对别人看不惯的概念 和你认为这个人永远改不过来了 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永远就是烦恼和吵架 那么你就会拥有痛苦的 这个约束和自己痛苦的烦恼 所以要懂得利用自己的大脑的概念 好好地去充实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你才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生机 同样学博人心中也是先要有佛 你才会照着佛的教导那去做 心中要先有慈悲 你才会不失处爱 心中先要有原谅别人的心 你才能做出理解众生的事情啊 学博人要懂得理解人生 你的心态就会好起来 台长下面告诉大家一些放下的句子 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心态 你们好好听好了 一大早被闹钟吵醒 说明你还活着 你应该高兴 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做事 因为你还爬得起来 说明你的身体还可以 收到一些短讯 邀请你来吃饭 聚聚 说明还有朋友想着你 有人对你说的话 有时候还刺耳 说明还有人注意你 想提醒你 总担心自己的体重超标 说明你还是吃得起 还有营养成分在 总想出去拜佛放生 说明你生活还有希望 慈悲心还有 你不会生恶病啊 你很想休息 但是手头上总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做 说明你还很能干 总有一些人和事情离不开你呀 听了这些话 如果你们在下面的人 还能发出 慧心的微笑 你们感觉台长讲得很对 很好 说明你现在的身心 那是健康和幸福的 所以想得开放得下 人生就是一辆快车 要好好的把握住每一个过程 有一位年轻人去请教一位智者 他问那位智者说 那个智者先生 我不停地行走 我在人生从来没有停下过 可为什么总是难以抵挡预定的目标实现 讲到底就是没有实现目标吧 智者给年轻人讲了三个小故事 很短的 他说有一位农夫 为了能够尽早收到果实 冬天还没有结束 他就剥下了种子 让种子早点种上 不要耽误了冬天的时光 可是最后那些种子 全部被地里的寒气给冻死了 农夫本想早一点拥有收获的果实 却落得颗粒无收 这是第一个小故事 第二个 有一位游客 他行至河边 急着要想到对岸 可是这时候风高浪急 船不能过 老烧工告诉他 先生啊 你等一会儿风也许就会停了 可这游客说我不能等 不能耽搁 他就顺着上游去寻找桥去了 他还没有过了一个时辰 风就停了 当老烧工划着船 安全抵达对岸的时候 那位游客还在苦苦地寻找着过河的桥呢 有一群孩子在草地上放风筝 可因为一时没有风 风筝放不起来 有一位孩子耐心不够 非常着急 他心想 这里没风 说不定山顶上会有风 于是他拿着风筝往山顶上爬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当他回头一看 草坪上那群孩子 已把风筝高高地放飞起来 讲完这个三个故事 这个智者说 孩子啊 等待是另外一个形式的进步 他有时候甚至比进步更加的快捷和重要 听完智者的话 年轻人就明白 自己之所以总是难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等待 放弃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进步 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 我们每天念的阿弥陀佛 就是在种下你善良的种子 结果不会马上出来 我们每天拜的观世音菩萨 求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能够化解我们一切灾祸的时候 我们在种下善良的种子 但是结果不会马上显灾祸 因为他终有一天会时辰到了 让你走向西方极乐世界 和解决你人生一切的烦恼 你只要每一天的慈悲 每一天的念经 你好好的去种这些善种 你一定会等到的 那就是花 中有一天会开 你中有一天会脱离人间的苦海啊 我们人每一次的感情 因为我们太固执 你想一想我们一个人走到了几十年 我们折腾了多少年 我们生活工作学习 当然都会出现很多的裂痕 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人生如戏 别总想当主角 数大招风 会损伤你的机体 等待 那是有智慧的延续 只有经过长期的修行学博 你才能达到心灵的净土化 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 以戒为师 你的内心才会变得越来越明星见性 最后要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 我就不相信你们就冲两个笑话过来 所以有一位老人家 他非常想得通 他现在想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也不能到全世界去旅游 我要快乐 有一天有人问他 老人家你退休了 你想到哪里 你想做一些什么呢 没想到这位老人家居然用世界各国的地名说了一圈 这位老人家居然用世界各国的地名 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啊 每一句里边都有一个国家的名字 早上爬起来 早上爬爬起来 对不起 早上爬爬新加坡 看看能不能捡到比利时 顺便在阿根廷坐坐 下一盘土耳其 听一听墨西哥 再叫一碗菲律宾 想想口福拎着纽西兰 出门吹吹猪马拉马风 逛逛缅甸 买点刚果 再走进澳门 吃一个巴黎 晚上逛完瑞士 泪出一身阿富汉 还得去上伊拉克 打打内蒙古 下课后 跨过伦敦 回到了阿拉斯加 周末骑着罗马 去拜访阿拉伯 和夏威夷 顺便吃一餐华盛顿 吃撑了 就扶几颗苏丹 帮助消化 最后提醒 早晚都有点耶路撒冷 注意多穿件 喜马拉雅山 晚上睡觉 不要忘记盖上 巴基斯坦 好 第二个笑话 第二个笑话 是最后一个字 大家才笑的 这个就算讲得不好 笑不出来 你也得给点鼓励吧 有一个新来的一个同事 叫何莲 姓何 莲花的莲 哎呀 这个同事 这个同事啊 叫何莲 那个闲境啊 要长得那个美貌啊 就跟莲花一样 非常有气质 结果他们同事呢 有一个女同事呢 回到家里呢 就跟她老公商量 哎 以后咱们的闺女 也给她起个 啊 这个名字里面 有个莲花的莲吧 你看 多古典美啊 老公沉默了一花 一会儿慢悠悠地跟她说 你是不是忘了 我姓刘啊 没听懂啊 如果她姓刘 叫莲 不叫刘莲了 所以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要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遗憾 日出东海 落西山 忧愁也是一天 欢喜也是一天 何不选择 欢欢喜喜过一天呢 所以别人让你生气 你没有必要回过头来看一看 骂你的人是谁 学佛学法最重要 要懂得世界上什么样的东西最好 适用你的东西最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 学会 慈悲惜舌 适合你的 比名誉 钱财更重要 学佛能够让我们消除烦恼 一个能够解决自己烦恼 消除自己烦恼和业障 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 就是你最适合你的法门 所以心灵法门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让我们学会帮助别人 广结善缘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放下 才能解脱 离苦 才能得乐 希望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普照下 仪式修成 永断 轮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看 来参加马来西亚的法会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 今天晚上菩萨就来了很多 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 观世音菩萨全部到了 你们自己会有感觉的 非常热 会得到加持的 这两天 他们马来西亚 给大家每个人都准备很多的饭 菜 要多抱有一点感恩心 感恩每一个人 师父也是很感动 今天早上六点钟 就有几千个人来排队了 为了早一点能够进来 拜佛念经 所以师父很感恩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 你们跟师父广结善缘 我告诉你们 师父真的救你们以后 不可能是肉身的 你们如果有本事呢 身体不好呢 师父到你梦里来了呢 我告诉你啊 保证你好 听得懂了吗 好好学佛修心啊 一定要好好修啊 这两天大家会很开心的 师父准备了很多 好的 这个 佛言佛语给大家 能够提升大家的境界 希望大家广结善缘 弘法度众 每个人都要精进努力 在这两天 好好地学佛修心 少谈人间事 多谈菩萨的事情 你就会成为人间菩萨 谢谢大家 好好努力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明白了吗 众生一定可以度的 只是时间问题 师父告诉你们 一个真实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一个人 当你们在求菩萨 说我某一件事情 观世音菩萨 你一定要保佑我 让我把这件事情 能够解决啊 我告诉你 只要你求的 许愿力的那一天 你解决时间 已经定下来了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今天我透露 这个天际给你们听听 你们一定要坚持 因为只要你 许愿的那一天 你就有解决问题的 这一天 大家听懂了吗 我告诉你 不要担心 等 好好的修心 等一定能解决的 很多人一辈子解决不了 就是等不了 所以业障爆发 所以希望你们 好好的等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努力 我告诉你 当你许愿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所以希望你们 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好好修心 你们走到今天 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的 否则你们还会有很多的人间磨难 所以希望你们 好好改变自己 好好修心 这几天 很多菩萨都来 很多的菩萨 我告诉你们 很多的龙天护法早就到来了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今天我刚刚讲的 斗战圣佛 连寄功菩萨都来了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一定 菩萨一定加持你们 你们的师父也是不舍得你们 师父很爱你们的 所以我一听到早上六点钟就来排队了 师父心里就很舍不得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好念经修心 师父一定会跟你们站在一起 一定跟你们共勉 一定要一事修成 我们一起以后到天上去 到了最后到天上去的之前 师父以后年纪大了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观音村 很大的 如果你们只要还活着 你们只要还在念经修心 你们就可以经常跟师父在世界各个国家的 这个观音村里边一起生活 一起永远在一起 一直我们到天上 好好修心了 爱国爱民尊纪守法 心灵法门就是好 希望大家一定要用真心对观世音菩萨 一定要真心对待每一个人 你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菩萨 别人就会把你当成菩萨 你把别人当成一般的普通的凡人 人家也会把你当成凡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真心去对待所有的人 要懂得每个人接具佛性 那是佛陀讲的 所以你把别人当成未来佛 别人一定会得到给你的加持 你跟别人一合掌 别人只要跟你一合掌 你就得到加持 所以每天活在佛性里 每天活在佛的生活里 你就是人间活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已经加持了 师父今天给大家加持了很多 希望你们这几天 法喜充满 观世音菩萨 菩萨甘露 好 明天见 谢谢大家